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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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到话话的新诚语动画囊 我是今天跟大家讲三个诚语 第一个诚语是说迎刃而解 第二个诚语是说水到渠成 至于第三个诚语是 瓜熟缠落 这三个诚语究竟有没有分别 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诚语是说水到渠成 瓜熟缠落的两个很接近 先跟大家讲一下迎刃而解 迎刃而解的意思是 刀柄的刀刀的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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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于第二和第三个是水到渠成和瓜熟剃落 这两个真的很接近 水一到的时候 那条渠就出现了 水到渠成 瓜熟剃落 瓜熟了 大家如果看到果实 它会跌到地上 瓜熟就连结果实的地方 就会跌下来 就会跌下来 瓜熟剃落 这两个很接近的 都是说一件事的时候 尤其是成功了 很顺利了 但是有没有分别呢? 分别在于 瓜熟剃落的重点是强调 时机 瓜要熟才会跌下来 水到渠成的 就是强调的条件 如果做到 那件事就会有结果很顺利了 它是说一个顺西而行的问题 水流下来是顺着了西 第一个是说时机问题 我们看例句就明白了 举个例子 我说对于这件事 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 一切都ready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 用水到渠成 因为条件都准备了 但是如果我们想说 青少年我们的努力 就要在奠定基础 一旦时机到来的时候 就会 瓜熟剃落 得到成功 那我们就想说 时机你等到来的时候 就会瓜熟剃落 就是瓜会成熟的嘛 但是刚才那个 做了万全的准备 是一个条件式来的 OK? 所以考试的时候 大家特别留意 两个成语有点分别的 今天这集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